不要因为放不下面子而继续有意不解而意义不行 如果政府不喜欢消费税GST这个名字 你要拿个罚这名字改掉 无论是从投民族政府的收入 除此逃税出口成本 对消费者的冲击 对物价的推高效果 减定地下减金的损失等等 GST都比SSD来的更理想 这是报告里面所写的 在西门1.0执政的时候 亲自取消GST的时任财长李冠宁 分别去年和最近今年 两度在国贵餐业变运的时候 自己也请不前任 政府调告SSD的税率并且扩大征税范围 令人民百姓顶不住成效 因此要求政府揭讨调告SSD的税率 大家看到吗 既然政府已经知道GST的名字 那就严刑一次吧 直接重启GST 不要因为帮不消费者 继续犹豫不解和意义不信 如果政府不喜欢消费税 GST这个名字 也哪可把这名字改掉 所以重要的是 政府必须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摆在地位 做出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内人对人民 所以有你的选择 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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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K